又是酒后酿货 8号晚间台南麻豆一名男子因为喝醉倒在路上 被汽车擦撞拖行 紧急送于抢救 另外在台北则是有一名驾驶酒后追撞机车 被撞的网红骑士跟未婚妻当场重衰倒地 机车还被轿车一路拖行 驾驶汽车逃逸 而警方一查之下发现 肇事驾驶曾经参选过里长但是没有选上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 白色小客车车头面目全非 离谱的是前方还卡着一部机车一路往前冲 机车沿路发出刺耳声响 民众全看傻眼 狂按喇叭提醒 但驾驶置之不理 直到整辆车冒白烟 踩停车 汽车逃离 这一幕全被目警民众拍了下来 夸张一幕出现在台北市市林区 网红重独 8号晚间9点多 骑机车在未婚妻 行进台北建坛捷运站附近 突然遭后车追撞 两人重衰倒地 机车被一路拖行 车毁人也受了伤 未婚妻左脚踝骨折 让他气得要告到底 这没得闪啊 他直接撞了你人就下去了 你要什么反应 他喝酒吹油门之外 他并没有撞到我们之后停下来 其实我觉得就是命是捡回来的 警方在集合路找到肇事驾驶 整个人醉醺醺酒册值1.09 但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酒驾被逮 还被骑底曾参选里长 但没选上 没想到这回酒驾还肇事逃逸 喝得烂醉不省人事的 还不值一桩 一名男子大雨中走路摇摇晃晃 最后不知倒地横躺在大马路上 下一秒遭汽车擦撞 脸部左大腿有多处伤痕 民众以为是被丢包 吓得报案 发现一名男子满身酒味 倒臥于路旁 身上且有多处擦磋伤 原来男子只是和泰醉醉倒遭状 一时贪悲 险害自己丧命实在得不偿失 继续台北台南众号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